我们来做一点格式的调整 让它变漂亮一点 画面就使用一下 首先 首先这条线我觉得太细了 细到我自己都觉得不太好看 所以我们至少把它变粗一点 好 所以教你古典图怎么画 首先因为我要把线条 变粗 所以当然就是点格式 点了格式之后 这张图 这张图的格式 然后针对图案 针对图案 图案里面有一个笔触的宽度 有没有变比较粗一点 有吧 因为我把它调整到6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显示标记 标记就是那些点 请把这些点呢 一样放大 例如说变成12 可以吗 好 这个是针对 只有折线图才有图案 然后才可以去设定 然后让它变成古典 当然我看过最多的是用三角形 就是那个不要用原点 我跟你讲 你的老板 他也是念研究所 然后大家都是用三角形 因为论文是这样要求的 好 也有些人他喜欢把这些纸秀出来 叫资料标签 对不对 资料标签 你秀没有问题 但是我不喜欢它那个底色是白色 它会影响到我去看这个报表 好 我不喜欢这样子一个 好像有一个白点挡住 我真正要受的这个 但也有人他喜欢了 我不喜欢就是了 好 你可以点选这个资料标签 这个字也可以大一点 因为你是要给你的主管看 所以这个指小数位数 给他一位就好了 颜色 颜色 因为他是黑色 黑色我们的背景 他是深蓝色 所以他有这个背景也还不错 至少这个1.5 这边是不是就看得清楚了 1.5 1.5 可以吗 好 最好是再增加一位 这样 这边就是有差别 这是1.49 这是1.48 这也是1.48 因为他差不多 可以吗 这是至少在这个地方还维持 维持多了 差不多48%到49% 那可是相较于2018年 这个时候是1.6 在之前是差不多接近 大概1.66%左右这个地方 1.66%可以吗 那我还是想把这个背景色拿掉 怎么拿掉呢 在这边背景 这个 显示背景 请把它关掉 就是标签了 就是标签了 标签的显示背景把它给关掉 好 那这边好像 好像要打开比较 比较清楚一点 然后背景的颜色给他反射 透明度30 或者是再浅一点50 就不会有这么明显 好像这边特别亮 好 只是为了让我们看清楚这个数字了 所以看你 你觉得喜欢哪一种 你可以自己自由行政 好吗 提供给你们参考 请你们动手做一下格式的设定